哈囉大家好,我是紅玥,那我們今天呢,要來玩一款新的遊戲 叫做Don't Shoot the Puppy 這款遊戲呢 簡單來講啊,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我們中間有一隻小狗嘛 我們就是要讓牠平安走到左邊這個告示牌這邊 然後不要被這個槍射死 非常淺顯易懂的一款遊戲啊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遊戲也很簡單,掛機就行了 我們點一下這個開始之後有沒有,牠就會開始移動 但是我們只要移動一下我們的游標 我們的狗就會被射死有沒有 沒錯,這就是這個遊戲的核心玩法 我們就是點了之後,考驗你的耐心 絕對不要去碰你的游標 有沒有,我們小狗很開心的走到左邊去 欸,我們就獲勝啦,沒錯 那接著第二關喔,牠有,牠是關卡制的 好像有十一還十二關,我有點忘了 然後每一關會變得越來越難喔 我們要想辦法忍住誘惑啊 總之,來,我們繼續 OKOK 從第二關開始,很明顯可以看到狗狗的那個 移動速度已經變得更慢了有沒有 牠就是慢慢的慢慢走 就是讓你心情開始浮躁 然後你可能就會想要打牠屁股就要快一點有沒有 走那麼慢,小笨女狗什麼的 第三關,我們點一下看會發生什麼事 誒 喔,我沒事不要理牠 跳了這個廣告有沒有 是假的,你不要做任何事情 然後走下腳啊,牠就會跑出來有沒有 這個遊戲就是跟我們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絕對要堅持你的信念 你絕對的不能放棄你現在所堅持的事情 總之第四關喔,我們繼續 誒,靠呀,我不能 啊,這遊戲 哦,你知道我為什麼嗎 因為我 點,我見之後有沒有 我不小心就是移到滑鼠了 我壓下去之後抬起來,不小心移到滑鼠 然後就 然後就開始把牠打死了 哇,讓著我點下去 要很小心的,不能碰到我的滑鼠 我要小心,我要小心一點 手指不能夠動太大力啊 動到一下下,我的滑鼠很敏感 你知道嗎 移到一下下,牠就開始把牠打死了 這要小心一點 OK,總之到了第四關喔,我們 墊下去,看一下 我們小狗開始在發神經 把牠給我在那邊停住 我們不要理牠,牠停住 我們也絕對不要動牠,不要趕牠什麼的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是這隻小狗 就是有問題,你知道嗎 牠就是想要讓你心情浮躁 然後覺得受不了,你想要關掉這個遊戲 然後,你就要重玩 沒錯,這個遊戲死掉就要重玩 我們就不要理牠,我們就靜靜的看著牠走 牠這樣子我快受不了了 OK,第五關 左邊寫了什麼英文不重要,好不好 我猜測牠應該是跟我們講 可能小狗去那邊之後會很慘什麼的 但這個根本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被告示牌上的任何數字 任何文字給疑惑了 我們堅持己見 點下去 有沒有,牠現在小狗還是很開心的往左邊走 那就沒有問題,好不好 我跟你講,我現在移了我的游標 我才會感到痛苦 小狗怎麼樣跟我沒關係,好不好 畢竟牠就實際是傻狗,你知道嗎 沒事 記得,一定要堅持你的己見 來第六關 我們盯下去 喔,有一顆球 然後牠就把球撿起來 然後就開始慢慢走了 OK,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就 就看牠慢慢走 天啊 哇,牠真的是走得非常非常的久耶 各位 怎麼會這樣啊 牠真的走很久耶 OK,過了 喔,第七關,一樣 我們點下去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球往另一邊飛 但沒關係,沒關係 走到右邊去應該也可以獲勝吧 雖然說牠是要往左邊,但應該沒差吧 蛤 蛤,我畫壁卡住嗎 沒有,牠回來,牠回來了 我好像這樣慢慢等牠跑耶 我的天啊 天啊 你快一點啊 記得,一定要堅持己見,好不好 我們就慢慢等牠 我在這邊先喝一下我的 那個 洞 嗯 好甜喔,不喝了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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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第八關,我們終於穿過第七關了 這個是耐心考驗遊戲 欸,牠變得很小隻耶 等一下去 OK 我們不要管右下角騎了什麼東西 什麼skip 根本都沒有關係 我就是 讓牠走hard就好了 絕對不要去點任何東西 絕對不要去點任何東西 因為,點了任何東西 牠也不會有什麼彩蛋給我啊 反正我只要一依我的游標 槍就會直接把效果打死 絕對不要做這種事情 OK,牠過去了 完全沒問題 OK 第九關有個釘子 牠變成一個錘子 不行不行,我絕對不會敲 絕對不要敲 不要去敲什麼釘子 應該沒有必要 我靠,牠是誘惑我敲耶 沒事沒事,你看我就跟你講 這遊戲絕對不要動你游標 牠走他的 我們游標只要放在上面就好了 好不好 OKOK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好,這樣快要玩完了 這個遊戲 這是耐心大考驗的遊戲耶 各位觀眾有沒有興趣啊 可是你們看我玩完之後 應該也不會想玩了吧 畢竟這個遊戲就是 這樣子的一款遊戲啊 來第十關喔,感覺快結束喔 我晃變黑了 然後我右邊有一條白線 怎麼會是 我們不要理牠,乖我們不要理牠 既然牠變成黑框對不對 代表什麼 牠應該不是我遊戲壞掉耶 應該不是 因為牠是我點下開始之後 牠才變黑的 應該我們只要等待一段時間 牠現在整個應該還是在背景運行啦 你懂嗎 背景運行 喔,過了耶 有沒有,我就跟你說牠背景運行 狗是會到左邊去的好不好 然後第十一關 大炮不見了耶 但大炮不見也沒關係 大炮不見 我們一樣 不要去守劍去依我們的優標就對了 GO OK 第十一關 沒有大炮 嗯哼 這時候我已經應該太... 是不是被打死吧 我猜啦 我沒事還是不要移動好了 OK 是不是過了 喔,第十二關 我們繼續阿 大炮回來了 GO 等一下,等一下可以 不要緊張 我已經點下去了各位 我已經點下去了 我不要再點第二次 有沒有 我已經點下去了,牠是想騙我 騙我沒點到 我很確定我有點下去 哇靠,牠會害我 開始懷疑自己有沒有點耶 好可怕喔 這個遊戲 哇靠 嚇死我 不要緊不要緊 這個遊戲是挺有創意的 第十三關 看看最後 應該快結束了吧 這個遊戲應該不會很長 我們第十三關 等一下去 五十二五十 我們不要理牠 牠倒數也跟我沒關係 牠就走哈德就好 跟我沒有關係 總不可能倒數完牠會死掉嘛對不對 就算牠倒數 應該就是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 你根本就不可能 到這種 這麼後期的地方 你還動你的優標嘛對不對 不可能阿 OKOK 牠繼續走哈德 然後呢,然後呢 我們是快玩玩啦 到底有幾關啊 我以為只有十二十三左右 還有嗎 喔,第十四了 怎麼還有啊 第十四關 我們繼續點下去 OK 恩 牠睡覺了 然後呢 牠睡早了 然後牠睡早中還繼續走 喔,牠從右邊過來 好扯喔 牠的靈魂找到左邊也可以是不是 天哪 這個作者到底是 課了什麼藥啊 會想出這種東西 總之不管怎麼說啊 我們應該是可以 快樂的玩玩這款遊戲了吧 牠到底要結束了沒啊 而且牠這個 我發現牠這個靈魂不是半透明的耶 牠只是顏色比較淺一點而已 喔,第十四關結束 Yes 第十五關 我猜應該是最後一關了吧 等一下去 OK 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 牠是不是越走越慢啊 牠真的走得很慢很慢很慢 欸 剛剛發生什麼 剛剛我的油表有在移動嗎 還是我 看錯了 沒事沒事沒事 總之牠這狗真的走得很慢很慢很慢 啊 這真的是煎熬 牠在那邊停止了是不是 牠是不是停止了 我靠,這真的很煎熬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子看牠在那邊 牠就像刻了搖頭丸一樣動來動去的 你要到了嗎 哈囉 第十五關 哈囉 喔,牠終於碰到牌子了 我天哪 這個超級煎熬欸 喔牠走牠走 OK OKOK 喔 我贏了是嗎 真的假的 我玩玩了 真的欸 喔 這個就有這麼簡單喔 就這樣四五關玩玩了欸 阿可是為什麼左邊那個笑臉變成哭臉了 什麼意思 喔 OK 總之這就是這樣子的一款遊戲阿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在下方告訴我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唉,我把牠開箱打死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